我们先请合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对象具有信心 所以在标列先说明在修行信心分 这个部分到底所说的内容是有哪些 就刚刚所讲的对什么对象产生信心 那依怎样的方法生起这样的信心 第二节他就将这个所对仰 或是信仰的所所分成这四种 那一般我们说皈依三宝 或是信仰三宝 那本论特别重视这个所谓的真如如来账 就是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 所以他从这个信法中 当然有包含了佛法 有方法 那又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圣身的境界 所以他将这个信根本就从信法中别例出来 所以就要热练真如如来 就是希望跟佛体验到一样的境界 那所以就确信自己本具 就是本身就具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 就成佛的这个功德 第二就是信佛有无量的功德 从他的相好专业 乃至他的所造的这个环境 敬佛国土 所以就常念要清净共良 那总的来说 如果我们可以深深四世 常随佛学 基本上我们的修行是 不用太担心 一定可以成就 所以就是担心的部分 或是我们比较够爱的部分 就是我们没办法深深四世 遇佛修行 不过本论所强调的这个所谓的真如 的清净的熏行 只要我们付出行动 我们有修行 有慈戒 有布施 还是修禅定 甚至会等等 这些所谓的善行 可以增长我们善根 那自然而然 我们就一定有机会去遇佛 那跟佛学习 所以这个呢 算是本论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那我们不用担心 将来 虽然这个菩萨道要很久 那不会担心要多久 才会有办法成就 所以这是属于信佛 因为我们观察佛 是真的如他所说 是宇宙的觉悟者 第三个是信法 信法这个法的 就是讲的是他的法门 所以有他的大利益 所以要修 修行的法门又很多了 那主要的当然是 从大圣来讲 就是六度四神 那从神文佛教 可能就甚至七道品 这些等等 那信僧呢 这边除了所谓的出家 僧 强调的是菩萨众 所以僧本身就是合众 那依着发这个所谓的 无上菩提心 同愿同行的这些菩萨行者 我们要跟他学习 所以对这四个对象 产生正确的信仰 借由深刻的理解 接着第三解就是要修行 或者修这些法 可以成就刚刚所说的 这种四种信心 四类的信心 简单来说就是信三宝 它又分为所谓的正常方便行 那我们看瓜佛二到六 实际上就是六度 只是说他并不是登地菩萨 所以导师在书上说 这所修内容是属于原坡罗密 所以虽然他不是真实的 没办法尚未可以将这些所修功德 引导我们出世解脱 乃至成就无上的谱理 可是还是要藉由这样的训练 休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才有办法真的朝向这个所谓的出地 或者是说出注出地 这个在我们上 之前有提到在第四章 第四节中分别发去造像 本论就将这个发新有几个类比 刚刚昨天也有提到 就是这样信成就发新出注 这个算是一个本论对修学阶位的 一个明确的基础点 因为这样子才开始算所谓的上无处解脱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解析发新 解析发新就是将要入出地之前 所以它算也是一个结尾 第三个结尾就是正发新 出地以上的菩萨的发新 那我们这边所说的修行信心 或者是所修的这些 类似于或者是远坡罗密多的 这些法门 布施直戒人路精进 乃至直观邪 这些实际上是对于初学 尚未达到所谓的初注 就是还没有跟真如相应 虽然一切众生本具卢尔的功德 都有所谓的真如卢尔障 可是他没有生起这个强而有力 或者他的熏息力还不够引导 我们一直朝这个善道 善法修学 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之前的 所谓初学者 我们就是还要在修 所以接下来要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对于所谓还未到初注 之前的菩萨而说的 第二个特性方便 就相对于所谓的正常形 那特性方便形 主要是以念佛法门 跟先念佛法门相关 好 那我们昨天有稍微看了这个表 所以我们来 稍微来看一下 就布施也讲的 主要是才师 法师 无畏师 不过 不管我们行哪类的布施 就是要自立立他 而且将所修学功德回向菩提 那既然要回向菩提 我们就要关他无至性空 那持戒呢 他又分为两大 两个类 两类的 第一个是供所谓的菩萨戒 那这个当然是在家出家都可以的 所谓十善法 第二个是出家菩萨 所特有的戒法 就是为了降福出众的烦恼 也应该要远离热闹的地方 到几近处去休息 乃至对所获得的衣服 食物还有住的环境 要少欲之主 另外的对佛所治的戒 轻重忍持 不应轻戒 或者他所违犯是比较小的罪 就没有防复 或者是没有遵守 因为如果小戒 或是轻罪不维护 或没有持守的话 会造成 会影响我们的心性 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会认为什么都没关系 到时候就违犯重戒 另外的说明小罪或清戒 这个部分 就是除了佛所治的跟重罪 所谓的重罪是杀到淫妄相关的 除了根本之外 接下来就是跟他相关的 织末的戒之外 这属于小罪的 那另外就是要互念社会一般人的观感 所以佛就治的那时候 印度所认为出家人不应该做的 就是属于畸贤的部分 这边是属于持戒 接下来是属于忍辱 忍辱除了忍受他人的侵劳危害之外 对于世间的法 这所谓的利衰毁育 这世间法法也要忍受 别人称赞我们 我们要观察 是如他们所称赞的 具有这样的功德 如果没有我们要尽力修学 别人毁谤我们 或是说我们不好 我们要观察自己 我们是不是如他有说 有这些过失 如有我们就要改 如果没有 我们也要忍受他人的不同的观感 每个人生活这个社会 所言所行 不可能满大家的愿 我们看这个早期的经 就算是佛陀 也是有人 对他产生不同的看法 有人要诬陷佛陀的 在大师杜伦或阿含经里面有提到 所以就算是佛生存在这个世间 所谓的无所恶事的世间 他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信奉 来自每个人都对佛产生好感的 所以对于他人 或是对于这个世间八法 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称赞或是毁谤 我们都应该要忍受 所以他分为两个 一个是属于众生的 就是对他人的直接打骂 或者是其他的像这个称赞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择手段 其实我们都要种种的避免 好那第五个是精进 精进又分为两个是要修善 所以是勤修功德行 那第二个就是要自罪 就是要止恶的 所以对于善事 心不要谢退 所以立志坚强 远离缺弱 好那如果是自罪行 就是要知道我们过去 有很多种种种的业障 虽然感觉上是外在的邪魔 或是其他的鬼神来劳乱 实际上很多时候是 因为我们个人过去事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 这个一般宗教 那个要 好像他可以记忆很久以前的事 所以他们一般宗教都会说 他去言论网那里申请一个 可以报酬的一个令旗 所以他可以到 来找这个人 那当然这是不同宗教的诠释 不过总的来说 为什么他有办法来危害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跟他产生不好的人 所以这只有很多的因素 并不是单单的是他人的关系 很多是我们自己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往期所造种种的株恶业 所以这边所讲的 如果我们修行有这些的障碍 比方很多病苦 或者是世间家庭工作很多事情 让我们没有时间可以安心 或是有空闲之间 想要修学的国法也都没有时间 这时候我们就要请这个忏悔心 那要做什么呢 就是六十礼拜诸佛 诚心的忏悔 劝行诸佛 虽行 虽然也有人觉得 佛现在没有注释 怎么有办法劝行诸佛 实际上这个普贤十大运行 这样的讯息 将来我们有机会遇到佛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做这些行为 就是请佛注释请转法轮 乃至对一些善人所行的善行 我们都会心生随行 那最后所修的这些所谓的功德 都要回向菩提 菩提 就是圆满觉悟的意思 那之前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佛菩提 就是一切种子 那跟波勒实际上也是有相关 那从旧经义来说 一切都是空无自信 所以跟回向菩提是一样 就是回向于成为 作为 回向就是将我们心转向 比方我们本来朝向正前方 有人叫我们就转到那个 他能叫我们那个方向 所以回向就是这种概念 我们所做的 比方我们在实布施的时候 我们的对象是这个受视者 乃至我们给他这个东西 那可是这些行为之后 我们要我们的心转向于所谓的菩提 成佛的质量 所以回向古敌就是作为成佛的质量 那这个前提要作为成佛的质量 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要跟所谓清静的故事相应 那这边所说的随喜畅为 这些也是在我们做这些行法 修行的上法 当下就是要跟无贪无称无痴相应 这时候清清静就有力量 那这时候的所得才是功德 当然是从世俗言说上 诠释上的说 如果我们只为这实有的功德 基本上他还没办法引导 或是作为我们出世解脱 乃至成就佛菩提的资料 所以回向菩提 回向简单来说就是转向 我们本来做的是属于世间事 可是我们要转向于出世间 或者转向于所谓的佛菩提 佛菩提就是跟诸法实相相应 如果从波尔经来说 空无自信相应 本论来说就是跟真如平等性相应 所以不是整天就在做这些 所谓的礼佛劝情随行唱的这些 而是将一天分为六个时段 就是做六次 可是不要一天做 今天做明天又休息 这样实际上不好 因为我们过去所修的 基本上都是跟不善心相应 所以我们要断这个所谓的相讯 不善的要断相讯 善的要善心的要让他恋恋相讯 所以要长不修废 那这样子我们慢慢的 这个善跟善的力量就有办法增长 那遇到事情或者遇到这些困难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障碍 接着就是属于本节或是本章 第五章主要的内容 就是直观形 那我们昨天有稍微看了 这个所谓修子有分为 瓜福一道士 那瓜福一讲的真如三昧 这个导师认为是跟早期的契经 就佛化 生朵加章炎的 这个所谓真实禅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部分 在讲义的412页 这边开始就是开始解释 所谓的直观形 在文这边提到 云和修行直观门 所言直者为此一切境界相 随顺奢摩他观异故 所言观者为分别因缘生灭相 随顺皮伯生那观异故 云和随顺 以此恶意渐渐修行不相舍利 双限前故 所以等于说他们是指观 一开始先修指 后来再修观 等纯熟的时候 熟练的时候是 这两个是互相增长 指心安定的修观 观的成就的时候 或是观力强的时候 又将这个心的品质 安止力又提升了 所以指观是加护 而且他不相舍利 这个叫随顺 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随顺 随顺这个真如法性 那个随顺 似乎是不太一样 那这边另外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所谓 随顺奢摩他观异 老师后面有提到 这个在不同的译本 这样子奢摩他又观异 这个好像 像这个皮伯生那观异 这个观好像是 有点多余了 那这边要注意的 除此之外 就是指是指一切境界 那观呢 它是分别 深灭相 所以他的观 可能跟不同的学态 就是中观 或者为世的 强调的所谓的观慧 观这个无自信 或是随顺于圣意的观 空观 这样的观呢 实际上是不太一样 那导师认为 这个是属于本论 在初学者而言 是偏重于指的缘故 好 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 先作与指的定义上 观就是思考 辨析 推求觉者 那指呢 就是将心呢 攀在一个所云 静上 那使心于一静 灵定 就是让他精神 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象上 而且心可以止掉 种种的想法 或是幻想 所以不治散乱 所以不会散乱 散乱呢 是欲界众生的特色 散乱持久 就是向外的去追求 听到声音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说 到底是什么声音 像现在可能过年 到处都在放鞭炮 我们可能就会观一下 看一下 或者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声音 这是我们常有的这种 因为心的习惯就是如此 那看到好看的外景也是如此 总是会想去看一下 那所以简单的说 本论的直呢 它就类似于所谓的九柱心 就是一个次第 等一下会说明 那观呢 就是四种心 所以基本上它的方法跟性质 是不相同 可是虽然是不相同呢 可是呢 它并不是完全的 就是各别 各别的分开了 接着看在下一页 414页 所以只是重在所谓的信心 一进 这种安定 这种状态 那初修学的时候呢 刚开始修学的时候呢 必须要有一个 着落出就是一个 依据的地方 我们一般叫做所缘 那依着这样的境界 或者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按住在所缘上 就可以慢慢的让我们的想法 念头慢慢的执行 这边有个譬如就像狗 就是绑在这个木柱上 那一开始 活泼乱跳 跳跳去的 可是跳来跳去 动来动去也久了 所以它自然久了 它就累了去休息 这就比喻我们的心了 一开始呢 我们要按住在所缘上 或者是我们要专注这个所缘 一开始没有训练的时候 很难 一下子又跑掉 一下子又想中想心 那可是呢 慢慢呢 就可以将我们的心 这样多次的训练 就可以将我们的心呢 按住在所缘上 或专注在所缘上 好 这是属于指的 那将心按住在所缘 境上有分所谓的世俗 好像不静观这些等等 那也有将我们的心 安于圣意的所谓如来 真如境 这两个都是可以令心安止 那观也是如此 也可以分为世俗的 还有圣意 世俗的像刚讲的 这个所谓不境观 或者是界分别观 这些都是 那圣意境 就是观一切法的空无自信 这些实际上 都是可以修止或修观 就是所缘实际上 都可以有世俗的 世间的 或者是出世间的 好 那在这次 在看下去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刚有几个词 九种柱星呢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的说明一下 另外的四种会形 在柱角的715开始 实际上就是715这一个 所谓的四种皮薄色纳 就是他对于 所谓于诸法中 人正师者 最及师者 周遍寻师 周遍视察 那什么叫人正师者 就是于尽获所缘 观他一切的尽所有性 尽所有性就等于说 观法的 观所缘的共向 那最及师者是 观他的如所有性 那这个如所有性 就是真如性 这等于观法的共向 这次有四种 这个在瑜伽式地论是有说明 这边没有要信说 那之前呢 我们实际上在解释那个 保际经讲 记得讲观的时候 正观或中观 那个观字的时候 已经有稍微提过了 这边呢 在解释秘经的分别于学评 这段文也是一样 那下面这个解释 实际上是依着 那个 眼陪法师的解释 所以我们刚所看到 这个正师者 那一样是说 初法的尽所有性 那这边又分为 所谓的尽形 尚角 尽获所缘 这个几个词啊 这个等一下 或者在我们的 讲义的427页的注角是有 不过我这边不打算细讲 就是稍微的说明 诸法的净所有性 那最疑失者 就是详细的思维 觉者诸法的如所有性 那这边我所讲的就是 跟诸法的共向 真如性相关 周遍寻思是有 汇聚型的分别作意 普遍的寻求思维 周遍市场 与所缘的种种形象 进一步的 审慎的推求 如实的市场 基本上这都是 也可以都是属于观 不过对所缘的作用上 进一步的区别这4种 那本论所讲的观 后面有讲观时 上面之前有提到 观义观相观用观时 在观的时候那边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 实际上跟这边所讲的 4种会形 是不是完全 或许导师是用这个词 那这个4种会形 在瑜伽式地论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证思者 最敌思者这些内容 后面再讲这个观 观里面 修观的时候又分为这4个 不过导师在那边的诠释 或是论的诠释 主要是试念处 所以这个或许 就是说如果对应本论的 这种4种会形 就是观试念处 那跟这边 瑜伽式地论或许是不太一样 那在注缴的719 717跟正 一样是在讲义的413页 那这边所讲的内容 一样是这个 就是还是在讲子跟观 在观浮一的卷30 那这边就提到的 什么叫什么他 就是9种心柱 那这9种心柱 就是这边所讲的 内柱 等柱 安柱 近柱 调顺 极境 最极 极境 专柱 去 还有等词 等词就是定了 那4种会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是属于修观的 好 观浮二空之探究 那分别的说 修止什么 他可以得定修观 毗国深纳可以成就会 止就是注心已处 观是视理的观察 在修止上 方法是不相同 但不是互不相关 而是相互相成 可以相互的筑成 所以这个跟我们本论说的 止观双运是有关系的 好 那再接着看 柱角的718 这边就是找了几个根 这边说狗绑在柱子上 相关的说明 不同的经 它的诠释上不一 不过我们要看的是 在柱虎山 柱角718 柱虎山 在进入离禅中所提到的 我们的心是反动散乱 或此或彼 就是我们不是想东 就是想西 当然这是 简单的说 实际上我们的念头很快的 生灭很快 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所以他没办法停 所以要给予一个对象 令他攀缘 攀缘就是将我们心 头像或是观察这个对象 所以攀缘跟我们 我们攀缘这个词 有时候在佛教上来讲 有很多的意涵 不过这边所讲的 修禅修中的攀缘 就是将我们心观察那个对象 那将心投向这个对象 而依止他 慢慢的可以让我们的心安住 就像这个小狗东跑心壮的 这个闹久了 他自然就会停下来 那心也是如此 所以不但定由此而来 那修观修会 也是要以念为必备的条件 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 就是说这个念字 念于佛法是蛮为 就是在佛法中 修行上是蛮为重要 尤其本论在讲 这个义有五个 在第七意里面又分为 所谓的夜市转市 现市 还有知识相续市 相续市中的所谓的 恋相续不断 也是本论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可以记忆过去 规划未来 应付现在的问题 所以这个念 虽然在 剧策论或其他论 它大概就是 恋的定义就是于所缘 明记不忘 不过本论对念的这个作用 也是算是蛮特别 这边也是再次强调 所以如果心可以理念 或是心有正念 基本上 这个才有办法跟正如法性相应 接着我们就看一下 接着导师又进一步的 一开始已经说 就是要稍微的区别一下 为什么本论的指跟无分别 或者是指与所谓的真如是相关 那这样的修行方法 是不是是 导师接着就是对这个 所谓的指跟观的修法 或者本论所偏重于初学修指的这个部分 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他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论所说的指观初方便 有所偏重 他是不了意说 就导师认为是如此的 因为他是指是什么 指是无分别 那是依着心真如而修 那观是什么 分别生灭因缘 分别实际上就观常 抉择分别 那观这个生灭的因缘相 实际上是依新的生灭请修 所以简单的说 指是随顺真如门 观是随顺生灭门 那刚或是后面也会再提到 做的时候 行注作过的时候 做的时候专修指 这是本论会提到的 所以导师有一些看法 那其他的时候 是不离修指而作观 等于说 做的时候比较强调要修指 可是他并没有强调要修观 所以本论的特色是偏重于指 那相对于其他的学派 像中观于学等 他认为解脱烦恼 实际上要所谓的光慧 那这个所谓的光慧是要生情 或是要观察诸法的实相 那借由更深入的观察 而生无肉制 才有办法体证所谓的无分别法性 那你要生所谓的无分别慧 就是要去观察一切法 无制性 空 所以只是在观这个生灭象 你有观这个生灭象 本身空无制性 基本上没办法生所谓的无肉制 所以导师认为 为什么本论会 就初学 初学的时候比较拼重于指 所以他并没有强调 观的时候要观这个法的共向 或是法的真相 可是实际上本论里有提到 这个修观 是要观这个所谓的无念无分别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那所以中观或于解等说的 这个在柱角的720 那我们有时间再回来看一下 这个之前有看过 好 接着就说明说 实际上前面 本论前面有提到这个修观 修观实际上也是要 随顺于真如法性的 就像这边所影的 观无念 则向佛志 这个柱角721有 另外的一段文是 推求五应 色之于心 就是五蕴 就分成色法跟行法 六成境界必尽无念 若能观察知心无念 即得随顺入真如门 所以这个部分 它是修观的 而且是观这个念无自信 这样的观 实际上是可以入这个真如门 并不是我们 接下来要看到的 关于修子 这边所说的子修 在修子的时候 它是说 是正念者当之为心 无外境界 随顺观察 久其心得住 其心得住就是将我们的心 不管我们有任何的影像 种种的影像 或是有种种的想法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唯心去指它 指啊 就是降伏这种所谓的妄想 可是它并不是去观这个所谓的 妄想是无自信 或是它是空无自信 这样子呢 随顺得入真如上面 所以这段下面这段 我们是观于是修子的 上面是属于 实际上可以是修观的 不过在第五章这个部分 大概多数是在说明 就是如果可以入真如的 或是随顺观察 令心安止 这个部分大概是 所谓的修子的部分 所以导师接着又说 虽然入真如门 必须随顺观察 但在修行止观的分别中 把观局限在身面 就观察身面的因果相 而将这个圣意观 设于无分别之中 等于说 这个所谓的圣意观 是在修子的内容当中 并不是修观的 以为子一切境界相 而不起分别 就成无分别 那当然这样子所成的无分别 实际上并不是 依观所得的无分别字 而是依子得的无分别定 应该是这么说 所以做如此的说 不外乎是偏重于子 这倒是对本论一开始 虽然说子观双运 不过子跟观各有它的偏重不一样 好 那在注脚721还有722 这个我们一样如果有时间再回来看一下 那这两段我实际上是在观 观这个像721这边是观察 这个一开始在讲心的深注意面相 所以观察心念深情的深注意面相 而且都观它是无字性 或者这个所谓的没有固定 或者它的念是无字性 这样的观察是可以朝向 这个圆满的智慧 就佛置前进的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来 除了本论一开始修子观偏重于子之外 相对于其他的教学的方式 老师这边就稍微的说明一下 第一个是禅宗 禅宗他是用所谓的话头 说念佛的是谁 或是托使师的是谁 大概用这个话头去 感觉上他是观 他们认为是观 实际上老师认为是属于子 就是你只要任何的境界申请 就用这个所谓的念佛是谁 去把它降服 那就将我们的心 安在所谓的这个话头上 那感觉到 所以老师这边讲 这个叫角 角诀 就是什么 熄灭种种的想法 遗情也好 或念头也好 等到这个所谓的遗情 脱落的时候 三面现成就以为是买物 不过老师认为 这个应该还是属于修子 因为他是用这个所谓的念头去降服 或是去去除种种的想法 等到都没有想法的时候 好像很清楚明白的时候 就认为是开吻 不过 就是这就牵涉到 所说的 或是所体验的无分别 到底是由子所成就的 还是因修观所成就的 那因修观所成就的 升起的就是无分别制 那就可以体验 或是正所谓的无分别法性 那如果用依子而成就的 所谓无分别 那基本上还是属于定 好 这是属于禅宗的 那除了禅宗之外呢 念佛三昧也是一种 就是将佛号 或是将这个 我们的念头呢 用佛号来取代 我们有很多种想法 很多种 想了很多 可是我们就用佛号 去将这些念头 念头各个的取代 佛号是清净的 所以这边讲 以念 以净念 来觉种种的 杂栏 或虚广分别念 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清净念 或是将我们的佛号呢 一个一个的 完全的 到一心不乱 这时候就是念佛上面 基本上 这个还是属于 修止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令心止息 妄想 得得无分别 那从刚刚有提到 其他学派来说 他是不能断分 因为是修止所得的 有分别 那这是共识间的 只要三昧 就是定 升起的时候 我们体验到的境界 有所谓的空 灵 乐 这种 修行所得的这种功德 那有的不分别 或是没有注意的话 就会认为 这个是所谓的 积极 心情 就是很宁静 很清楚的 这种 智慧的体验 会晤 实际上 这个就是要进一步的区别 这到底是由修止所得的无分别 还是由修观所得的无分别 那在禅定当中 共识间的禅定 像中间禅 无寻有试 或是二产的无寻无试 无寻无试 因为没有这个 寻试这种作用 等一下看一下注假 寻就是 粗的分别 试就是细的分别 无寻无试 基本上没有的话 我们内在 自我对话 那种语言也没有了 所以内在 就会感觉清静 导致就解释 什么内冷静 就是无分别 而进行呈现 就心很宁静的状态 二产的无寻无试 就有这样的状态 那三产更是如此 所以正念正知 当下一定是很宁静 又很清楚明了的 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注假的728 好 先看一下这个本文 所以呢 简单的说 本论的正义 是随顺真如的无面 那要从唯心无静 还有静空心极的观 这是一个是要观 与止 一切境界的止 那随顺双予才能成就 前面有提到了 这个无念 就是要观 这个所谓念 是无自信 或者是在修行的过程 先用心来显静 最后达到这个静心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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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是側重於子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我剛剛有提到的修觀就是觀察生命因緣相 生命因緣相是落入於世俗 所以如果初學者舉例這個所謂的初方辨的偏重 以這個子或缠納是無分別 可以斷或真乳的話 這樣子就是誤會了 所以不要用這樣子去認為 本論是依著子得到無分別而斷煩惱 實際上還是一樣還要是修觀 那在這之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柱角的728 那在柱角欄419這邊 這邊就是要說明這個無分別大概有幾種狀況 這個或許我們之前也有看過 在關乎3成果之道這邊 中間禪就是剛有提到無尋有事 到第二禪的時候是連系分別就沒有了 所以就是無尋無事 到這個境界它不會引發語言 就內在的自己對話這種語言也沒有了 那到第三禪就直覺內心平等親近 那這是共外道的 不要以為心無分別就是正德的心體本鏡 就等於說身無肉至而體驗實際上不是 這樣子是依著修止得到的無分別 這個實際上共識間法 那如果從共識間來說 二產以上就有可可以體驗這個超越巡視的無分別定 這個是第一個要先確定 就是我們所修的方法 或是所體驗到的所謂無分別的狀態 到底是依著止而成就呢 還是依著觀而成就 接著是瓜胡式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本論 本文上所提到的三昧現前有所謂的空 明跟樂這種所謂的功德 導致在沉默之道這邊所講的就是明就是明顯 那空我就認為就是本文所說的空 就是這邊所說的無分別 還有第三個是微妙的清安樂 那明顯是什麼就是心很明靜 那所原意在心鬆顯現也很清楚 所以等於說你心是很清楚 你觀的所原是清楚明白的 你不是說不清楚你的所原 或是你的所原不是很清楚 很明顯的話這時候 你說要得定實際上並非如此 第二個是無分別 那無分別是心自然而然的去專注所原 而且是對所原是寥寥分明 不用特別的做意 所以那時候的心靜就像沉靜 如波平浪靜的大海一樣 所以這樣子的境界當中又微妙的身心清安 那是因為離惡行善 非常有力又很自然 那這時候就不像所謂的溺水行蹤那樣的費力 你又覺得很自在很不費力 可是這樣的境界這樣的深妙的定 還是屬於內外共 所謂的內外共共世間的 共一般的宗教 都有可能體驗到這樣的境界 所以就要注意說到底這個 所得的無分別是怎樣的狀態 接著看回來本文 這邊就要解釋這個 解釋子跟觀 本論對子跟觀的這種說明 剛有提到子就是子一切境界項 那子心呢 依這個現前的境界 就是不在於任何的 就止於現前的境界 就讓我們的心 就沒有再生其他境界了 就是如果我們 比方我們觀呼吸 當然本論接著要講的 他是觀所謂的真如 如果你觀呼吸 你就是專於住在你的呼吸上 請這樣的境界 你都不要去注意 那這樣子就是 將我們的心安住在所緣上 那這樣子安住 就是屬於隨順奢魔他觀意 那隨順的意識 如果接著下文所說 那下文剛剛我們也有看到了 就是久久休學時 是觀可以互相幫助 互相的相應 好接著說觀 觀是以分別因緣生命為相 那這樣的觀是屬於隨順 所以在唐朝翻譯上就刪去 唐朝的翻譯在柱角的七百二十九 就下面這邊 他的翻譯是 雲和修子觀門 為熄滅一切 是旨意 所以這個就是旨 那明見因果生滅之相 是觀意 出個別修 見次增長 剛開始是先 旨跟觀是個別修 慢慢的互相增長 到成熟的時候 熟練的時候就可以 間交叉 修子優秀觀交叉 那彼此可以互相增長 可以達到所謂的雙韻 好接著看回來本文 那隨順的意識 剛有提到了 就依此 此的無分別 還有觀的分別 惡意漸漸的修行 那彼此不相捨立 能同時雙雙線前 所以呢 隨順就是 子觀雙韻的意思 所以這邊就講 隨順就是子觀雙韻的意思 起初 子跟觀是個別修習 就修學 那慢慢的達到子觀雙韻 那觀於世俗 也能子於真如 那這邊所謂的真如 就是所謂的無分別 然後等一下會看到了 那觀世俗 就是觀他的生滅因緣 因緣相 那這是修習信心者 初學子觀門 而且 所以是有些偏重之說 老師認為這樣的偏重 似乎不是那麼的好 或許會造成誤會 就是說好像子就是 將我們的心安於所謂的真如 那觀就是觀世俗的生滅因緣相 那在這之前 之前有提到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隨順這個詞 看一下 這邊 沒有 以前有看到隨順 這個隨順入於真如門 在講新真如門 新真如門 講新真如門 講新真如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的隨順 實際上就是觀 這個 雖無能說所說 雖念 亦無有能念所念 雖說 亦無有能念所念 亦無有能念所念 雖念亦無無有能念所念 這樣子的觀察叫做隨順 所以 這個就是跟我們這邊所說的 隨順是指觀雙韻的意思 是 似乎是不一樣 所以這邊是稍微 說明 就是 要看看那個文脈 另外的就是剛剛講說 中觀還有瑜伽 或是韋士他們怎麼說明這個 所謂的 無分別觀 或是這種 聖意觀 聖意觀才有辦法得 斷煩惱 這個部分 在講義的419 更正一下 在前面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這之前也有看過了 在415 415 好 我舉的是像在保基金獎記裡面所說的 光會有分兩種 一個是世俗的光會 我們在本文上 就是 齊心論講記的本文上也有提到 老師也有 剛剛有提到 就觀也可以觀 以世俗為所緣 或是以聖意為所緣 至於這邊就提到了 那所謂的世俗的光會是觀 像這個所謂的不敬觀 清欲容濫 或是觀佛圖的依正 眼鏡莊嚴 那依呢 就是他的佛國世界 那正就是佛的像好 八十 隨行好 三十像好 這個都是屬於有分別的影像為所緣 那聖意觀呢 也就是真實觀 那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邊的真實觀 並不是所謂的五肉制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他是怎樣觀呢 所謂的聖意觀 是觀一切法的五字性空 不生不滅 這雖是分別 何能觀一切分別 自信不可得 所以這邊所謂的真實觀 或聖意觀 實際上還是屬於 世俗有肉的 不過還是要藉由這樣的階段 才有辦法生所謂的五肉制 所以這樣的分別觀 是順於聖意 是分別 而可以破分別 那經論中就有所謂的 以生指生 就這樣 下課了 大家說話 老師要上課就說 開始不要說話 那大家是不是挺了 所以他用所謂的這樣子來譬喻說 你要生無肉制 之前 你還是要去觀 還是要去分別 就是用觀一切法的五字性 空 或是不生不滅 這樣的觀察 這樣的分別 更深入的時候 才有辦法生所謂的無肉制 是 等到引發無肉甚至 之前的分別為性的無分別觀 就不起了 所以這個是 可以說是 中觀也是這麼說明的 因為觀空無自性 而觀無式是變法法性論講究 這個是為式的論點 不過導師 也 就是這邊的詮釋 是跟我們相關的 無分別觀察 是觀察 人取所取 人權所權不可得 這樣的觀察會 也是一種分別 但不是隨順於世俗的分別 雖然它是分別 可是是隨順於生意 那有破壞分別 破壞種種旺事的功能 所以修為式無分別觀 這個無分別觀 剛開始 在這個變法法性論講究 它實際上有分 所謂的 加形 無分別字 跟根本無分別字 還有後的無分別字 所以在 所謂的加形 無分別字 就是這邊所說的 唯式無分別觀 這樣的分別觀 還是分別抉擇 不過呢 依著這樣子的分別 慢慢的深入達到 虛妄分別徹底淺出 正入無分別法性 那這時候你正入無分別法性 勢必要深 這個所謂的 根本無分別字 所以等你我們 深的無分別字 根本無分別字 正入無分別法性 那之前的分別觀字 或是觀慧 它就顯出了 它就不會再深了 簡單的說 就是要回應說 從中觀還有瑜伽來說 要斷煩惱 或是你要體驗 所謂的無分別法性 真入平等性 這個狀態 就是要藉由觀察 法的無字性 而引申的所謂無分別字 才有辦法體驗到無分別法性 不過因為這邊本論 它一開始在修直觀型 比較偏重於指 所以它在觀的部分 它就沒有強調說 要觀法的無字性 或是觀無面 我們前面有提到 本論也有提到這個要觀無面 好 我們就到講義的420頁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從修直 這邊只是先略說 所謂的直觀的內容 還有所謂的隨順 就是直觀雙韻 算是定義 本論對直觀雙韻 還有就是直觀 還有這兩個雙韻的定義 接著在420頁就開始要 個別的先說修直 接著再修觀 好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